根据刚刚做出来的这个资料 那帮我做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统计什么 统计使用者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 所以第一个呢 假设我今天先插入一个新的 假设插入一个全新的枢纽分析表 那我要分析的话 是年龄跟他买的杂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就先把最常购买的杂志先找到 最常购买设计杂志拖拉下来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一样的东西放到它的值的部分 Sigma值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统计出来了 哪一类是最畅销其实也会显示出来 看起来三广告类的设计 只是说呢 你这样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 假设我希望统计的是 不同年龄层 他所购买到的那个杂志倾向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年龄部分放在蓝标签里面 所以把年龄 当然其他如果你想要知道性别 教育程度跟职业元素等等 你可以自行再变更一下 那我把年龄部分放在这个标签里面 那做出来你会发现 不同年龄层 他可能选择的杂志类型也不太一样 不过呢这个出来之后的结果一样 我的习惯是看到这里面只要空白了时 我都会希望把它改成零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感觉不会说有些资料是空白 所以通常的话 我早上有讲过 你可以在选项里面找到什么呢 选项里面若为空白储存格 我帮我显示为0 表示这个年龄层里面 他不对这一类的杂志没有兴趣 所以显示就按确定一下 OK那你会发现 里面如果是空值就显示为0 在第一步 请各位先把那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有关哪一类的设计杂志有兴趣的 按照年龄先帮我产生一个表出来 那至于其他 像教育程度 职业月收入等等的 那请各位有时间的话 再去做分析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希望一样 跟早上一样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表 能够快速的产生一个图的话 那这个图里面 可能会希望做出什么效果呢 类似像长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希望说 跟早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就是一个 上面一样会需要有一个我们的标题 那标题呢 跟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 早上是叠在那个绘图上面 那个图上面 那这一个我是不希望叠在上 我希望把它放在上面 当然另外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的质的大小 也许大概是 早上是24啦 然后你也可以比照 然后颜色的话 红色加粗体 那质型也许把它改成 微软的那个 正黑 微软的那个中黑体 那个黑体质 那接下来的话 其他还有哪一些可能要改 再来底下的图里 图里部分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可以放在很多位置 预设可能是放在右边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放在这个地方 还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图里 由右边 放到上面的话 那当然你就把它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 这边要多一个东西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那个 我们坐标轴上面 可以多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你除了这边 可以多标题之外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 多加一个人数 总共多少人的人数 其他还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 这个隔线部分 我早上有讲过 你可以再把隔线 稍微再变更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底下的名称 底下这一些名称 预设好像是黑色的字 而且字还蛮小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也把这个字的大小改一下 颜色也换一下的话 那该怎么做 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这个绘图区 如果我把它变隔线 比如说绘图区的样式 也稍微变更一下 有点像跟早上一样 早上是漸层的 不过如果我不喜欢漸层 我希望用别的方式 来帮我做出一个图表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早上 做过的这个练习 再换一个 那我主要是来源 来源是用 刚刚讲到的就是 设计类的杂志 针对不同年龄层 帮我做不同的那个分析 那试一下 就是先把我们的表现做出来 再把图给画出来 那画图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从 我早上讲过的 你可以从在那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叫做 枢纽分析图 点选之后的话 当然我这边是用那个直条图 如果你想要用别的图 比如这边的话 不同的这个结果 其实你可以再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类似 这个直条图的 类似的功能 你可以再换一下 没有关系 可以感受一下 不同的图形 所做出来的结果 不过当然你不能用 比较不适合的 这边的话 我想我们暂时 先用直条图 试试看这个效果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表 先把这个表现做出来